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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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天氣很好 早上起床的時候看今天的天氣 室溫是17度沒有下雨好天氣 距離上次爬山已經有一個月了 這中間一直找不到時間來爬山 因為最近的天氣都是一直在下雨 那好不容易看到今天的天氣不錯 趕快抓準時間上山來走一走 好啦步道上來大概不遠處 路口上來大概一分鐘左右吧 你就在這個地方會遇到一個岔路 那岔路的左邊就是原始的道路 一樣也可以攻頂 原始的道路走起來會比較有趣 那右邊這邊就是10階梯 一樣也是可以空頂 那我們上去就走這個10階梯上去 那回程再走原始道路吧 我們目前離山頂還有685公尺 好這個一個小平台可以讓你坐在這邊休息一下 好那這個平台後面的場外也不錯 這種天氣來這邊 這種天氣來這邊 看看這樣的景色真的是很美 很放鬆 好 繼續往上走 快到第一個涼亭了 第一個涼亭 第二個涼亭 往前走 先到第一個涼亭休息一下 第一個涼亭到囉 目前花35分鐘來到了第一個涼亭 休息一下個水繼續出發 看一下喔 剛剛在插入口如果是走左邊的田園小徑 就會接到目前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那我們這個階梯斗上的部分 在交接處的這個位置呢 我們還有215公尺 就到山頂了 走吧 繼續加油 我們來到了第二個涼亭 看一下第二個涼亭 好了休息好了 繼續出發 看一下喔 這裡是第二涼亭的視野 踩空 第二涼亭的視野 第二涼亭 繼續往上走 看到第三個涼亭了 三角點快到囉 就在前方不遠的地方 好 三角點到了 基隆山的三角點到囉 小百月 小百月邊號 六號的小百月 標高 587公尺 全長是900公尺 基隆山小百月 攻頂成功 第三個涼亭就在小百月的旁邊 不遠的距離 小百月 三角點 然後幾步路就到涼亭 所以到了三角點的時候 就可以到前面的涼亭休息一下 雖然即將報導 今天的天氣是17度 好 不過 在九份這邊 如果沒有太陽紫色的地方 風吹過來也是會有點涼 哇 看一下 山頂的視野很好 今天天氣不錯 展望很佳 不過 還是有一些些霧萌萌 比較可惜 走 再到前面去看一看 哇 這邊海邊這邊就比較霧萌萌了 看沒有很清楚 不過左邊這邊的視野還是不錯的 好啦 現在是下午的三點鐘 休息一下 我也要準備下山囉 哇 現在下山 你看一下這樣的視野真的是很漂亮 很美 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個岔路口 如果我們往下走到登山路口還有685公尺 那這個岔路口可以走一個小的一個黃鑽的道路 也是到下面的登山路口接軌 但是這一段就是說走走不同的道路欣賞不同的美景 我們走走看看一下這邊 這邊 這條小路走過來不遠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到河岸景 很美 漂亮 那繼續再往前走 走這一段山路就是你要再沒有時間的壓力不敢行程 然後放慢你的腳步 享受一下大自然 享受一下都市沒有的美景 那平常在上班工作壓力大 步調快 生活比較緊張 如果說利用假日的時候出來走走是真的不錯 雖然說前陣子一直都在下雨 不過今天走在這個小路 這一段泥土路都還算蠻乾燥 還不會打滑還算好走 還不會打滑還算好走 這邊有一塊折射板 但是這裡比較沒有風景 因為背書擋住了 好 我們往回走吧 繼續走 繼續走 好這邊有一個岔路 剛剛我是從這個小路下來的 所以我們要回到登山口處就是要從這一段路折返 往下走 那我剛剛往後走 就是到一個折射板 到了折射板就沒有路了 所以我就再往回走 好 那我現在 要往登山路口處的方向邁進 靠近 繼續往前走,接回來 主要的步道了 看一下看一下 接了一通老婆打來的電話 現在來到了登山路口的交界處 走那個鄉村小道之後 來到這個地方 階梯步道看一下 三角點是685公尺 那這個階梯步道全長是900公尺 所以扣掉的話 我們現在離 登山路口還有215公尺 好了繼續往前走 哇 看前面這邊兩側都是芒草 很漂亮 那我現在走這條路 是可以直接走回去停車場 這裡啊 是 算是一條小路 離停車場很近 所以來這邊爬山是真的還蠻方便的 好停車 又有補給站可以上廁所 登山的距離也不算太遠 好了 回到停車場囉 很快喔 已經來到停車場了 好了 現在是下午4點20分 那基隆山全程下來 我走了2.5公里 花了大概兩個小時40分鐘左右 這條步道真的還算是很平易近人的步道 天氣晴的時候事業很好 是一條大眾路線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下次爬山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